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欣 我已經決定了這棵牆將會是我以後講好物推介的一棵牆 多漂亮啊 是不是 每次好物推介的影片都是我自己用過 覺得很容易想跟大家介紹的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樣就是Tom Ford Soleil系列的highlight 有了這盒highlight之後 我是完全不想再去找第二樣highlight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很滿足到我自己的要求 它是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香檳金色 一個是香檳粉紅色 我現在這個妝容是未化highlight的 所以即場可以試給大家看 我會試這個金色給大家看 其實它抹一下是已經很有效果 看到嗎?這個位置 當然真的化上highlight的時候 也會推散一點點 它說鼻子是非常明顯的 它真的很閃 我很喜歡這個金色 因為這個金色塗上臉 是好像一種比太陽曬過 很健康 曬到Bling Bling那種膚質的感覺 試上手給大家看第二種顏色 這個香檳粉紅色 我覺得比較適合在這些位置打淚 但如果你打鼻或嘴會有點奇怪 因為始終那個跟胭脂的顏色比較像 兩個顏色都可以當眼影用的 都是那種Bling Bling 超級漂亮 總之你可以當highlight 可以當眼影用的 第二樣就是Chanel的320號胭脂 320號色是一個重點 它是屬於一種很有氣質的霉紅色 這個顏色算是很白白的 無論你上班或是外出約會的話 它塗上臉都很好氣色 其實我今天這個胭脂也是這一種 它的粉質是很幼細的 純粹是霧面的粉 但是你一推開它 你簡直覺得它的粉質幼細到 它的質感已經不太像粉 而且因為它實在太顯色 你輕輕一點已經可以塗勻兩個臉盒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用五、六年都用不完 推介 記住 320號色 第三樣就是萬壽雷敦的Iron Lip的蠟筆 它總共出了三種顏色 這三種顏色都是一些很容易配襯的顏色 它是用眼睛也可以用 嘴也可以用 是二合一的設計 非常方便 我今天眼睛和嘴在塗上桃紅色 我自己最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塗上去很青春的感覺 我試一張手給大家看一看 你看到它其實是很潤身的 很有光澤感 而且裡面是有一點閃粉在 塗在眼睛上 因為它畢形的設計 其實都是很容易上手 很容易控制 你順著這樣畫就已經可以畫到 但你必須要調整它 因為它本身都比較潤 你要推開它 調整它才會變乾 比較像眼影粉的質地 而且它本身是有一點閃粉 還有有一點珠光 所以塗上眼效果是很立體 而且看起來很自然的 塗在嘴後有一種涼滋的效果 很舒服 而且它是很潤身 不需要用潤唇膏打底 因為它本身已經很潤 你看到剛才也很有光澤感 反而如果你塗了潤唇膏 再塗這個的話 因為底部太潤 可能要塗多幾層 顏色才會更加出色 我覺得它這一枝很方便 因為首先它一枝兩合一的設計 你可以做到 monotone的妝效 眼影和嘴都同色 或者你化一些漸變眼妝 或者唇妝都挺漂亮的 因為它這三種顏色 混合的效果都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CP值也很高 因為首先如果你補妝的話 戴一枝就可以補到眼和嘴 另外我覺得拿它去旅行也挺方便的 因為去旅行的時候 你不想戴那麼多東西 或者不想戴那麼多不同的眼影色 拿這個來做妝效 其實也挺好的 OK 第四五樣就是要介紹兩枝掃 都是雙頭掃 首先說了這一枝 它是Make Up For Ever的一枝修容掃 我自己本身是用單頭的遮瑕掃 但是後來我真的用得很生氣 因為它一邊塗就不斷脫毛 所以我決定不行 我一定要買一枝好一點的遮瑕掃 那我就去了Make Up For Ever找 本來那個銀行師跟我說 我們只有這一枝的時候 我是不是很想買的 因為我家裡擺掃的 是一棟棟要插在筆座 這枝是很難收藏 但是我想了一陣子 最後還是決定買 買完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雙頭掃的設計是很偉大的 Sorry 我的人是比較浮誇的 那雙頭掃的設計呢 我覺得是 For Shading 的話 是很適合新手 甚至不是新手 好像我有時控制得不好的話 Shading 都會一塊塊很噁心的 但是這一枝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你blend得很自然 那它斜頭掃這裡 首先就讓你塗這個位置 這樣塗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一邊去blend開 擦散粉 對 用了這一枝之後 我幾乎我畫的Shading 都沒怎麼失手過 這邊斜角掃 這邊的毛是比較硬 這邊的毛是軟很多 就是你一塗上面 它是立刻化開的 那就可以blend得很好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投資的一枝掃 因為始終我們其實不是化妝師 不需要真的買完整副 掃回家裡化妝 但是有一些掃比較基本 其實是一定要買的 我覺得可以投資一枝比較漂亮的化妝掃 那第二枝呢 這枝就很便宜的 是Eddu House的一枝遮瑕掃 它這邊的頭 就可以讓你塗一些 眼底啊 鼻翼啊 或者是嘴這些 大範圍一點的位置 但是呢 因為好像我呢 其實臉上也會有些暗瘡印 有些瑕疵呢 那有時候有些點 真的可能就是一粒很細的 你用手指是很難可以遮到 或者你用這種大頭的遮瑕膏的掃 都是很難可以遮到 那這個時候呢 它另外這一邊的細頭 就超級重要了 你看 真是超級細 嗯 超細 你點一下之後呢 在這裡塗 再推一點點 就已經可以遮到的了 另外呢 如果你有些暗瘡 真的比較大顆的話呢 用大這一邊 也是可以遮得很好的 就是你塗了之後呢 你就在暗瘡的周圍 不要在它正中間 你就 擦開周圍 Blend開它 都是很自然的 這一枝我是買回來覺得 哇 實際買得太好了 而且呢 它是很容易推 推得很薄的 下一樣呢 就要跟大家說 我最愛的遮瑕膏 就是NARS的這一枝 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 它是用一個小鞋子妝的 所以用剛才那枝掃呢 有個好處就是 比較容易撩它出來 不然手指很難放進去的 如果是遮瑕的話呢 你看過我傻人都知道 黑眼圈都很需要遮瑕 另外也很多印仔需要遮瑕 我自己呢 也是比較喜歡用遮瑕膏 遮瑕膏一般來說 它的遮瑕膏 是會給一些遮瑕液的要好的 但是呢 有很多人就很怕遮瑕膏會很厚 遮瑕膏好不好用呢 其實你一塗黑眼圈 這個眼底位 一遮瑕你就知道的了 這個呢 你塗了一層之後呢 你的黑眼圈已經遮瑕了九成 你推開它的時候 是很容易推 很貼 很薄 很細緻 Sorry 我個人 是真的比較浮誇一點點 它如果遮暗瘡印 也很好 因為很多遮瑕膏呢 一塗上面之後 你再定定妝 它就走光了 它這個持久度是很好的 遇上它之前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支遮瑕膏 是Clay Depaul 如果你有研究過的話 Clay Depaul這支遮瑕膏 其實也是非常出名的 我其實都用了兩支 用到底下的 但是呢 後來我真的 轉頭了這支懷抱 首先這支便宜很多 它的容量是大很多 另外呢 我覺得它們兩個 塗上去的感覺也很像 我不是在塗這支 我依然覺得Clay Depaul 是很好用的 因為又是很容易推 很貼 很薄 但是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弱點 就是它的 Clay Depaul是沒有這支那麼好的 另外呢 它的持久度也沒有這支那麼好的 那所以 嗯 兩支都很好 但是我喜歡這支多一點 就是這樣 下一個呢 就是Topic Crime的 AC Active Care 中文叫做 粉刺去抖毛孔調節乳 它是一個法國牌子來的 它是一支Cream來的 給一些豆豆肌 混油肌 或者是油肌的人用的 這支老老實實 我就不是每晚都用的 主要是來MG前 或者是有時候真的爆瘡的時候 我才會用的 用來Stabilize 皮膚 調節皮膚的狀況 很多時候一些去豆系列的Skin Care 因為有藥性 所以用上去會覺得比較乾 但是呢 這支是不會的 它保濕度很好 塗完之後 你覺得臉很油滑 一點都不乾 而且那個質感是挺清爽的 這個品牌的產品 成分是天然的 當然連同這支都是 所以其實supose可以配合藥物質來一起用 它是一支重點修護的Cream 針對一些暗粒或者暗瘡 首先可以做預防 以及也可以做修護 我之前也說過 生豆豆的原因 可能因為所有失行 或者毛孔閉塞 這支是可以調節油脂分泌 去角質和預防毛孔閉塞 另外它其實也有抗菌的成分 可以加速你的豆豆快點好 前幾天下排也生了幾顆暗瘡 很大的暗瘡 用了三四天之後 暗瘡已經平了很多 而且沒有那麼紅 另外它同系列也有一個洗臉啫喱 我覺得也是蠻好用的 都是貨用豆豆肌 油肌 或者混油肌 這個洗臉是啫喱狀 不是太會起泡 當然你搓搓搓的話 你會看到一點點泡 但是它不是真的 很起泡的那種質地 它也是很有滋潤度 洗完臉不會繃緊 不會乾的 但是你會覺得它真的洗得很乾淨 出豆豆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一支 因為都是可以調節皮膚的狀態 這兩支CP值都蠻高的 都是百多元一支 而且我覺得都蠻好用的 所以如果你是豆豆肌 油肌 混油肌 你們可以去看看 好 那這次的好物推介就完結了 其實我也希望每一兩個月 會定期做好物推介 介紹一些我自己喜歡用的產品 我們下一期再見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